欧阳寻最伟大之处 是他自成一体 吸收百家的基础上 时时有我 带着这样的概念 去学习古人 形成了他强烈的欧体风格 首先 欧阳寻学习同时代的人 这是董美人木制 三个特点 寿金 清秀 秋莉 欧阳寻把这些优点都学过来了 其次 他善于从古法中吸收营养 他外出见到锁静的碑 学了三天三夜 他从中学到了锁静书法的 沉着与痛快 形成了欧阳寻 引勾菜尾的力道感 再有 欧阳寻善于从圣人当中 吸收营养 殊胜王羲之的书法 和小王王献之的书法 王羲之的书法 龙蛇虎斗之像 最厉害的动物 一起打架 产生一种显示 这就是显 欧阳寻他的书法特点是 显静过之 他把王羲之 王献之的这种显静 学到了他的这里边来 而且把这个特点夸张到了极致 形成他自己独特的书封 经过了一辈子的探索 欧阳寻终于形成了自我风格 他是给予百家之长 关键一点 他还是坚持自我 有了自我 才有真正的风格 秦新斋 传播书法文化 关注我 抖音